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CT和HPV要排除宫颈的癌前病变和宫颈癌 那排除了以后呢 咱们的治疗怎么治呢 根据它的大小 它的T的部位来选择不同的方法 如果说T就在表面没有同时伴有炎性增生 就可以在门针拿链钳把它钳加下来 那如果说这个C肉又大 T在颈管 那就需要住院在弓腔镜下 我们这是弓腔镜 然后到了颈管里把T部给垫切了 然后把这C肉给取下来 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激光啊 微波啊 利谱啊 也可以治 就所有的物理治疗都可以 它的效果都能达到90%以上 但是因为弓颈C肉是个炎症 那它还有复发的问题 比如说像肺炎 那是不是得了一次还会得呀 那这一个一样 它是因为感染是炎症 还会复发 所以呢 大家不能说 我治过C肉了 不会再得 有的人呢 他就说 切了一次C肉 又一次C肉 怎么还老长了 那它有可能是经管的 经常我们会看到 就说在治疗的过程中 看到经管有好多个小颗粒小颗粒的 如果单纯的你就治了外头的 或者说前加了一个C肉 尽管里的小C肉 在炎症因子的刺激下 再长就会复发 如果假如我们下一个小颗粒小颗粒的只需看看 水扩的时候 我知道 我们下一个 fail的稍苏我们下一个益子 我们下一个早此所讲的 都是在宝贝 可以去找一惣- разр�를户的小颗粒 直接 gren上就好 再出去 等等 等其他愚 Über 我的 задач